花蓮地震高雄市並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高雄市長陳菊則立即指示消防局迅速動員 集結特搜人員18人 搜救全兩隻 榮總兩名醫師 兩名護理師 第一梯次總共22人 前往花蓮災區協助救災 高雄市政府的特搜隊員 大概18個人 榮總大概有兩位醫師 兩位護理人員 我們總共高雄市22人 兩隻救生犬也同樣 那已經在凌晨大概一點多就已經出發 年節將近發生地震災情 陳菊表示心情沉重 高雄市一定會全力配合搜救 減少傷害 發生這麼大的地震 我們當然心情都很沉重 那我想尤其是春節快到了 那我們希望透過大家的搜救 我們全台灣社會 大家共同的欺負 我希望能夠減少傷害 我希望他們都能夠 所有的在花蓮的鄉親都能夠平安 那我們整個政府部門一定會盡最大的力量 趕快在這個部分來搜救 高雄市迅速動員把各個搜救器材全數搬上車 從南迴公路挺進災區 希望能及時搶救人民 有些新聞 怎麼這麼辦 Takiu 整理報導 我們才能有一點 我們才能夠增加 如果想在過程中 bus 我們才能讓我太入燈